大家周末好 你看朋友给我送来的这个花 我的天哪 晚上Sam坐在那里 他说 你晚上擦什么香水啊 而且我这香水好像从来没闻到过 我说不是我的香水 是我朋友送来的那个花 他越到晚上 越会散发 出他的香味 哎呀太香了 太谢谢你了 玫瑰花也是他送的 哎呀 这个香味太诱人 太诱人了 我是很怕香水 但是天然的香 我特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乳液啊 或者以前用的什么洗发棒啊 还有沐浴露啊 洗发水啊 我跟你说 那个香味我就受不了 我闻了以后眼睛就痒 过敏 但是这个花啊 我闻了 觉得特别舒服 因为它是天然的 终于等到天热了 可以油漆阳台了 Sam前几天把阳台油漆了一遍 这个颜色它是最喜欢的 它虽然只刷了一次哦 但是它用了很厚的这个油漆 所以刷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差不多两三年就得刷一次 今天要犒劳Sam一下 这是前几天 Costco买的一个整鸡嘛 还剩两个腿两个翅膀 我是用严格鸡把它腌制了 放在冰箱里 已经放了快两天了 昨天晚上他说 能不能把那两个鸡腿给我煮了 我说那简单 我就把鸡从冰箱里拿出来 放到我的煮饭的那个锅里边 这个已经你看腌制两天啊 它那个腌料已经完全吃到那个鸡里边了 然后我再放了一大把的那个大的葱 Sam就在后面逛 他就觉得奇怪 这个锅子怎么是煮饭的 怎么能煮鸡 我说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管吃就行了 他说好 我倒想看看 你这个是怎么煮出来 很简单 你平时煮饭是摁哪个键的 你煮这个鸡也摁哪个键 都不用放水啊 我现在已经开始了 这个机器啊 煮完饭以后 它会放一段音乐 所以Sam说 哎呀鸡好像好了 后来 我说你自己去拿吧 他就打开盖 他说哇 还有汤汁啊 他就拿了一个鸡腿吃了 这个已经是第二天了 还剩那么点 是冷的 我就说我帮你烤箱里再烤一下 今天中午吃吧 我说我准备吃水煮螃蟹 然后他说 那你给我煮点米饭吧 我说行 吃水煮螃蟹吧 需要一些配菜 我就去花园里摘了一些油豆 那个油豆还在长 下面我看有几个漏网的 但是它长得很重 我想留着 留子吧 明年还可以吃 然后又看到了 我天哪 那么大的南瓜 今天这个大的我就不摘了 我准备把地上都摘了 这里又有几颗油豆 对 这个大的 已经老了 我就准备留子 留子的豆 一定要长在下面的 上面的豆已经不壮了 所以不要留 然后又抓了一大把 紫刀豆 跟绿刀豆 还有几根花豆 这些已经够我吃的了 地里自己长出来一棵生菜 我因为还有一点线菜没吃完 所以一棵生菜就够了 前几天我就看好了 地上这棵南瓜 今天准备把它摘下来 因为看它已经颜色变深了 如果颜色变深 它就不会再长 再长的话就老了 所以呢 我今天把它采了 哇 没想到 贝贝南瓜也能长那么大呀 我来称一下 我 拿了一下看看 差不多 至少有两三磅那么重 我拿到餐厅拿出秤一秤果然都超过三磅了 新鲜的今天就准备把它半个蒸了还有半个做水煮螃蟹 我把豆椒洗一下以后把它摘成两半 看看我厨房的一个番薯自己发出来那么多鸭 我准备把它种到地里去 接着把生菜洗一下备用 我拿出了吃火锅的那个锅子 它也可以吃烤鱼 这个锅子可以用很多吃的东西 也可以蒸东西 反正我买了一套 然后先把豆铺在下面 现在来处理南瓜 我把南瓜一切二 然后半个南瓜呢 我是准备清蒸的 所以呢 我把里面的脑 你也可以留着这个脑 吃的时候再挖 但是因为这半个是给Sam吃的嘛 他不会弄这个脑 到时候又说口感不好 所以呢我直接就把脑挖掉了 用刀先挖一下 然后用勺子再把它刮干净 给他吃的东西 就是要让它越简单越好 就像老外吃鱼 鱼骨头都帮他们弄掉 然后我拿一个锅 放些水 放个盘子 然后倒扣在盘子上 盖上盖 上罩去蒸 我大概蒸了二十分钟吧 然后就一直盖着盖 让它闷在那里 一直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 我再拿出来 现在来处理另外半个 我也是把那个脑挖出来 这个呢 我是要把它切成块 所以呢我必须去掉脑 其实这个皮呢是可以吃的 但是我是心理作用 我就把皮削了 这个皮很好削 很嫩的 然后切块以后 我就铺在了豆上面 Costco买的蘑菇还剩不少 我又切了五个蘑菇 把它们一切二就可以了 我又拿了一块火锅汤料 切了一小半出来 放在这个锅里边 因为我希望它也有一点点 这种火锅的感觉 它也有一点麻辣 之前我用它做小龙虾 剩下的这一块 其实我还有一大包小龙虾 在冰箱里呢 不知道哪天会去吃它 好了 配菜我就放这么多 我一个人吃 如果你还有别的什么 像藕啊 还有什么土豆啊 豆腐啊 都可以放在里面煮的 现在把那天剩下的螃蟹 从速冻冰箱里拿出来 我已经给它化冻了一下 然后就铺在这个上面 就不用去冻它了 我又放了一点水 水我还是放的蛮多的 因为我希望这些螃蟹的那个鲜味 煮到汤里 然后晚上我就可以放点粉丝啊 或者放一个面呢 看 满满的一锅 我突然跟Sam说 你那个阳台油漆的干了没有啊 我说我想在阳台上吃午饭 他说可以了 只是你拖椅子拖桌子的时候 不要拖 因为这个油漆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干 我接着又放了一小碗的鲜酱油跟麻油 这样的更有鲜味 更有咸味 然后呢 麻油又是很香 现在盖上盖 拿到阳台上去煮 一会儿 这些东西都煮熟了 我就关火了 很烫很烫 我们现在开始吃午饭 今天的天气好像正常一些了 也不是很热 然后也不是很冷 所以坐在阳台上吃饭 真的是好享受啊 Perfect 南瓜 像粒子南瓜 好吃 生菜 脆的 自己种了生菜 种过一次以后 他第二年自己也会长出来一些生菜 还是很好吃的 那个汤啊 鲜得不得了 我这是 开直播啊 好多朋友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直播啊 我说真的时间不对啊 我是白天你们晚上 然后我想开直播的时候 Sam一会儿 这个事那个事 所以我做不了直播 我尽量多做一些聊天的视频 跟你们互动 有一个人给我留话 他说 为什么你 名字 那么长 为什么叫 游子 是有人 逼你吗 哎 我说 这个人 怎么那么 卧槽 叫游子就是 有人逼你 你就不会想一点 好一点的 说辞吗 我昨天在我的音乐视频里边 已经解说了 为什么我叫游子 那是因为 那几年我回上海翻唱 陪我妈妈嘛 她生病 但是我不想叫Lisa Lisa是我的英文名字 那是为了打工 所以起了一个最简单的名字 你去看 好多男的叫Michael 女的叫Lisa 那都是因为打工起的名字 我真正的名字叫王文宏 但是我不想用这个名字 再说了 好多人王文宏老叫错 叫王红文 歌剧院那年开全院大会 我们那个院长 就大声的说 王红文 怎么什么什么 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 因为他们知道是在受王文宏 还有老外叫我的名字 叫出来是 三个王 就像狗叫 那年我去移民局拿绿卡 两点钟去的 约的是两点半 但是呢 到五点都没人叫我 然后Sam就进行问他们 他说这个名字 你们有没有叫过 他说有啊 两点半我们就叫了 他说你再说一遍这个名字 然后他就 叫出来就像狗叫 我怎么会 听到这样的声音 是叫我的名字呢 所以我就错过了时间 不过还好 他是看脸像 看我的脸像还是蛮正的 所以还是给我办了 那为什么起油子呢 其实油子是我的网名 那个时候玩翻唱 我们就每个人都起一个网名嘛 我就随便叫了 我说叫油子吧 没想到后面跟了一串的姓油的 然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PK团 去别的房间PK 这个油子就是这么来的 说是你叫油子 是不是因为有人逼你 逼我什么呀 逼我出国吗 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你是上海人 今天到宁波去生活了 你也可以叫油子 不一定出国了就叫油子 不想理 这些网络喷子 他们是自己过得不好 所以呢跑到外面来喷别人 发泄自己的怒气 在Sam面前吃螃蟹 不能这样吐的 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 吃螃蟹 在我家里面三十几个人 他们买来的螃蟹 然后 Sam看到傻了 三十几个人低头吃螃蟹 也不说话 然后就听到 然后 他跟他们语言也不通 就看到他们就说 他很不习惯 然后吃面 我们是要有声音的 他是不许有声音 所以我也习惯 不许有声音 有一天我去我一个朋友家 他是去日本 待在那里很久了 所以经常会 带行日本的面啊什么拿来 中国 我去他家的时候 他就说 我这次拿的日本这个泡面特别好吃 你要不要尝一下 我说好啊 他就帮我冲了一碗 然后我吃的时候也是很小心 尽量不出声音 然后他就说你干嘛 Sam又不在 出声音 出声音才觉得这个面是好吃 不出声音 这个面就不好吃 哎呀 后来我就肆无鸡蛋的 出声音 这螃蟹的骨头都是鲜的 晚上 放一把面 我正好有 日本的 拌面 这个小的 我牙齿还可以 那个大的实在咬不通 我在那里 静静有味的吃螃蟹 Sam 把一个大鸡腿 一个翅膀 一大勺米饭 还配了一杯红酒 全都吃完了 他说这个米饭真好吃 我说新鲜的米饭 当然好吃哦 我是一口豆 再啃一个螃蟹 再吃一个蘑菇 一口南瓜 吃的汗油加倍 眼睛也戴不上了 那么热天 喝那么烫的汤 但是 太好喝了 鲜的不得了 晚上要不放粉丝 要不就放 那个日本面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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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